好来看到艺文消息了 位在花莲新城老街的练习曲书店 创办人胡文伟 在去年是以练习曲文创 新城艺术电力公司知名开办了讲座 也邀请知名创作人方文山获得回响 而今年碍于疫情改为线上座谈 不过首场邀请了名设计师肖清阳 同样报名人数破百 位在花莲新城的练习曲书店 创办人胡文伟和台电驻用场地 改建为一廊级讲座空间 去年起受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辅导 推出练习曲文创 新城艺术电力公司讲座获得回响 也为小镇注入新的生命力 今年疫情影响 创育通气令系列讲座改为线上座谈 规划五场次 首场邀请设计师肖清阳 以从在地酿出的设计为主题 分享故事岛 普游马号设计案例 融入在地设计契机 那一整桌的大餐 我选个一两张 播个音乐给你听 今天比较热 好 谁一张 我国中时代的音乐 用捐印把它印出来的 所以它是夏威夷的火山爆发 它是用板化 是个木片风格的设计 后面有的立志明 本来的话我们原本都是实体讲座为主 但现在因为疫情人关系 所以改成线上讲座 那7月3号是肖清阳老师在帮我们做线上的讲座的部分 那下礼拜的话是7月17号有看见齐柏林基金会 那接下来也有都兰国 然后还有台湾一族协会跟孩子的书 会陆续在线上与大家见面 下半年度的规划的话主要 像上半年度我们主要有在做两个算是专案的进行 一个是我们在新城这个地方有开一家豆花店叫做豆花鹅 然后还有在也是我们这个地方有开了一家独木舟的工作 独木舟的工作基地 那我们叫教练好独木舟 那我们上半年的话主要都是这两个会做进行 那如果下半年疫情解封的话 我们也是会以豆花鹅跟独木舟还有在做其他的专案进行 胡温威表示 疫情影响 练习曲书店 好好吃食堂和豆花鹅甜点店都暂时歇业 但艺文能量不中断 17日将由空派大师齐柏林之子齐挺环主讲延续看见台湾的梦讲座 后续还有部落创生餐饮顾问及地方建筑等领域专才的分享 更多活动详情可搜寻点书粉丝页 练习曲文创 新城艺术电力公司 记者讲邦彦行程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